因為我們的改了居隔的一個制度 那是3加4 那原來是居家強制隔離10天 那現在時間在中間點 所以當然第一方面 我們相關的隔離單等等的 會陸續的來發 但是讓大家都明白 你自己在什麼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簡單的做了一個對照表 如果你現在已經是居隔一天的 你就繼續完成兩天的居隔 然後後四天的自主防疫 後四天自主防疫就是想出門的時候 那可能就是要做快篩 然後陰性才能夠出門 那如果是居隔已經兩天了 就完成一天再完成一天的居隔 然後繼續四天的自主防疫 那居隔已經滿三天了 就不需要再就沒有居隔了 你到今天已經三天了 那明天如果想出門 那快篩陰性就可以出門 然後到第四天的 已經居隔了四天 那就剩下三天自主的防疫 五天的剩下兩天的自主防疫 六天的剩下一天的自主防疫 那已經居隔七天的 那就已經完成了 這一次的一個居家隔離 有關縮短居家隔離的三加四的方案 這部分 那我們原來是規劃在這個居家隔離的第三天 還有做一次快篩 那我們目前就是 在這期間要做快篩 總共就是有這個接觸者 剛匡列的時候就是快篩一次 那再來就是他 在居隔期間都不需要再快篩 那就是在自主防疫的時候 這四天 只要他要外出 就快篩陰性才可以外出 所以主要是刪減掉 原來規劃第三 隔離第三天的時候 要做快篩這件問題 那其他都是一樣 那第四天開始的1234的自主防疫 如果他需要出門可以 那都要在當日 有做快篩陰性才可以出門 所以他在每日進行快篩 快篩陰性可外出工作 採買生活的必需品 那外出全程佩戴口罩 那禁止下面的行為 就餐廳內的用餐聚餐聚會 前往人潮擁擠場所 以不特定的對象接觸 那這裡面有一個比較 大家會注意到就是說 他可以外出工作 那可不可以到學校去上課 那基本上在專家討論認為 在學校裡面直接叫我去上課 可能這個風險就相對的高 所以可能在這個自主防疫的期間 當然沒有做這種所謂的居家隔離 但是在自主防疫期間 那還是不到學校上課為原則 那能夠但是他基本的一個行動自由 如果是快篩陰性仍然可以來行動 那陽性的話 那如果是陽性的話 那就可以到採檢站去採 但另外一種是他在居隔中 就是這樣我們有三天的居隔 因為我們這裡面還有電子圍離在 所以在三天居隔內的 都要檢驗是陽性 要進一步去做PCR的時候 那請通知衛生局 讓衛生局把這個電子圍離 暫時的解除 那這樣才不會 因為你有這樣的必要 那出來做PCR 那但是電子圍離又被監控 那造成我們這個警政的單位 就會疲於奔命 所以就拜託 如果在居隔中的人 就一定要通知衛生局 告知你現在是居隔者 那檢驗自己的家用的快篩 檢驗是陽性 那想出門去做一個PCR 請他把電子圍離解除 那這樣子的行政的負擔也會比較少 那大家還比較不用在那邊苦苦的等待 當我的同住的家人 同住的親友是陽性 那其實就很清楚 你自己就是密切接觸者 所以在密切接觸者的時候 那當然家裡都是一人一室 這樣來做 那你可以開始來執行居家隔離 做第一次的快篩 那第一次的快篩是為了及早能夠 把確診者先找出來 那可以進行相關 如果有必要 要取藥 用藥 那都可以及時來開始 那但是整個的計算還是跟原來一樣 就你就是從那一天跟確診者 最後一天有接觸起算 那一天是零天 然後接下來就一二三十 那以這樣的一個規定就是為準 不會因為你接到居隔單 才以那一天作為起算 而是你最後的接觸日 就會來起算